大家好,又是我施古井 今天再到冠冲去打第二針的科兴 整個流程都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需要等,打完就算了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時打完第一針有什麼副作用 因為打針副作用是因人而異 可能我相對年輕,所以有副作用也不一樣 我當時打完第一針後 整個星期都是超級累的 我累到什麼程度呢 整個星期都是吃了會令人睡覺的感冒藥 所以如果有駕駛的觀眾 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未必是科興的 我聽到自己的朋友說 有些人打完伏必泰之後 也有相關的副作用 那究竟還適不適合駕駛呢 大家就要自己判斷一下 我當時累到的程度 真的是連續兩天都睡了 如果你讓我再實際一點去形容的話 基本上就是好像身體的1.1滴都被人插乾了 那男性觀眾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打針都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 現在打完第二針的分別就是可以回家登記了那些打針抽獎的網站 因為我上網看過就是大部分的 就是上網抽獎的那些網站 全部都是要求要打完兩針才可以登記或者申請 那我現在就可以回去申請了 這條影片就會代替平日錄出的影片 因為現在每一條影片都過不了一個審核 有些很大的問題 不過這些就遲些再跟各位觀眾說吧 未打針的觀眾就早點去打針吧 因為基本上針都很安全的 而且現在大家都看到新聞 其實都已經沒什麼人說因為打針而有什麼事故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啦 就這樣 拜拜